菲律宾24号指控大陆海警 在具有驻圈争议的黄岩岛东南部 设置了浮动品证 以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该岛来捕鱼 不过菲律宾方面火速派人前到了海里 把浮动品证强行给拆除 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时间接下来连线国际中心 谢韩宇告诉大家 是主播根据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的影片 可以看到一名船带面镜 呼吸管和挖斜的男子 拿刀切断连接一个个白色浮球绳索 菲律宾在今天表示 依照非国总统萨马可是指示 已经成功移除大陆在南海 黄岩岛所部署的浮动屏障 声明特别点出 陆方已经违反国际法 大陆外交部则在昨天表示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因此大陆对该岛极其海域 有着无可争辩的主权和管辖权 并且指控非方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之下 擅自闯进黄岩岛附近海域 并且企图冲撞黄岩岛泄湖 根据新安报道 北京驳斥所有指控 并表示 唯一改变的是马尼拉政府 北京的声明特别人 菲律宾政府是在对渔民进行 例行性补给任务时 发现黄烟岛出入口 被大陆海景设置一条 长达300公尺长的浮动屏障 封柱 谴责陆方侵犯 其实中非在南海的主权纷争 已经不计其数 尤其是在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 大陆海景日前才印向非国补给船只 发射水炮 再次登上国际版面 面对坐滩长达24年的马德雷山号 根据陆媒报道 非国国防部长表示 马德雷山号的状况正在恶化 光靠修理已经没用 而是必须立即处理 以上是目前最新 时间交换个出播 F2领袖峰会11月 将在美国旧金山来举行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而且跟拜登来做会面 备受外界的关注 而大陆外长王毅在今天上午 在国新版记者会上头 他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带您一起来听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繁荣国家 和APEC的重要成员 中方我们愿意顺应 国际社会的期待 为今年APEC的成功 来发挥我们建设性的作用 当然我们同各方也都期待 美方能够意识到 作为东道主的执子 展现应有的开放 公平包容和担当 为会议的顺利举行 来创造更好的条件 王毅重申 中方不会缺席参与的 重要多边论坛 APEC也是重要的 援手外交平台 但是谁会出席APEC呢 将近时正式发布消息 另外王毅也表示说 中方反对脱钩锻炼 小院高墙 抵制保护主义 单边制裁 另外根据俄媒报道 美国通知俄罗斯 不会邀请普丁参与APEC 俄罗斯APEC高级官员抨击 只是美方的恶意 将纯粹的经济论坛 政治化也让人相当遗憾 低信的连线同步来聚焦 快为四年 中日韩三国的外交人员 在26号南韩会谈 商讨重启三国领袖峰会 而拜登也宣布明年 将派出第一艘 美国海岸防卫队 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训练 详细的状况 时间连线国际中心 刘子宇 是的 主播 中日韩三国各代表会面 三人面带微笑握手合照 就在今天26号 大陆外长助理 日本外务审议官 以及南韩外长助理 在首尔举行 久违的三国外交高层会议 目的是为了缓解 日韩这两个美国盟友 近来加强与美国合作 引发中方担忧 这次三国会谈 也是睽違四年再度举行 上一次举行三国峰会 是在2019年 其实就在亚运举办当下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见南韩总理 也亲自提到了访问首尔 可见大陆对中日韩关系的重视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 面对大陆的深耕 太平洋岛国 25号在白宫和太平洋岛国领袖 召开两次峰会 拜登表示为了确保印太地区安全 明年将派出第一艘美国海岸防卫队 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训练 不仅如此 美国计划和四方安全对话伙伴 共同投资一千一百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三点五亿元 把尖端海域感知技术引进印太地区 拜登还宣布增加 对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援助 峰会结束后 也会和美国气候特使柯瑞会面 讨论如何对抗气候变迁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交还给棚内主播 哎呦 这个秀秀的朋友要被抓了吗 没有啦开玩笑 来大陆的阳城湖大闸蟹 25号正式开补 开捞了今年 哇 这个想吃螃蟹大餐的 可不要错过了 不过告诉大家 今年因为养殖的条件 非常的合适 所以呢 这些养得肥滋滋的螃蟹 个头普遍呢 都长高长胖长大了 产量跟品质 都是三年来的最棒的一回 不过价格确实更便宜 是大风收 因为今年风调雨顺 水草长得也比较旺盛 现在基本上确定下来 亩产应该能达到 240斤往上 从阳城湖打捞出来大闸蟹 金爪 青背 白肚 黄毛 特征很明显 长得非常的漂亮 加上防伪标签之后呢 现在强进什么市场 中秋节啊 吃大闸蟹的一个市场 今年告诉大家哦 在地的价格呢 列三两半 中大约卖多少钱 人币70元左右 换算一斤大约呢 人民币大200元上下左右啦 折合台币大概就是900元左右 好 看起来今年哦 想吃蟹的韬客 可真的有口福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医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